大家好欢迎来到蒙鹿玩具 斗罗大陆中的史莱克七怪天赋 均是斗罗大陆顶尖的存在 也都是最有可能成为神一般存在的魂师 史莱克七怪在斗罗第一部结局 也都如愿成为了不灭的神迪 唯独他令人遗憾 他就是胖子马红俊的妻子白晨香 马红俊在史莱克七怪未毕业时 便是处于尴尬的地位 史莱克七怪中队长戴木白与朱竹青 是一对近乎完美的CP相辅相成 一个力量型一个速度型 他们的五魂融合技 完美的除对方的不足 唐三与小五更不用说 香肠叔叔奥斯卡 也有宁荣荣做CP 唯独马红俊位置十分尴尬 好在三少还有良心 让马红俊等到了春天 白晨香加入史莱克七怪的队伍中 白晨香是元昊天宗 四大附属家族的敏之一族族长的孙女 也是唐三的表妹 刚开始白晨香很讨厌马红俊 总是和马红俊吵吵闹闹 后来经历了一些事情 他渐渐地接受了马红俊 马红俊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白晨香也同他们一起去海神岛 并接受了海神的考核 尽管白晨香天赋不如这些怪物们 但是他很努力地跟上史莱克七怪进步的脚步 奈何天赋不行 无缘神低 这也是马红俊不愿看到的 但是又无办法 最终 唐三成为了海神 唐三和小五共享海神之位 戴木白和朱朱卿成为了二级神低 奥斯卡和宁荣荣分别成为了石神和九彩女神 马红俊再次落单成为了凤凰之神 独留白晨香在人间 也是没办法 史莱克天赋太过逆天 其他人很难与之并论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